刚刚王毅外长的超然讲话引爆圈完 他说中国已不是百年前的中国 像借疫情敲诈中国 侵犯中国的主权和尊严 敲诈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成果 百律作梦 今天的中国已强大而不可侵犯 这一路 中国谈过的委屈永世难忘 第一次迟路 1993年银河号事件 1993年7月23日 美国已获得情报为由 国中深有指控中国银河号破论理 再有化学武器原料要运往伊朗阿巴斯港 美国已莫须有的理由派军舰飞机 对银河号开始跟踪监视 并提出了三个物理要求 第一银河号立即放航 第二接受美国人登船检查 第三停留原地等候发落 赤裸裸的威胁不接受条件将受到制裁 美国同时向银河号所在的国际公海 派出了两艘军舰和物架直升机 在强制登船检查被拒绝后 灿烂地关闭了银河号导航系统 迫使银河号只能够停在原地 中国38名床员就这样被困在了兆勒的印度洋上 长达22天之久 无法靠岸没有补给 淡水 燃料 食物一天天减少 救援床也因为美国修改了GPS参数 一次次错开 最终为了床员们的生命 让中国只能屈服 中国外交部屈辱的回应同意检查 银河号开进了 由当地海光与中方一同核查银河号货箱 美国强行登船蓄意的污辱 已经再明显不过了 9月4日 中共782个货箱全部的被检查完毕 检验结果 没有化学武器原料 美国人翻了个底朝天 一无所获 而美国人对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 却拒绝道歉 他们还狡辩称 一定是中国人将货物抛下海了 中国国外交部所 还船上没有大型的起重机 中国没有超人弹河的抛入海里 美国自知理亏 却仍然的强横拒不道歉 时任外交部国际师副师长沙主康 连续17个窝囊表达了内心的愤慨 可没了GPS 我们的导弹就是瞎着 再窝囊再憋屈 也只能够无条件地忍受 第二次取弩 1994年黄海对峙 银河号事件后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1994年10月 美国以制裁朝鲜为由 派西太平洋舰队的小银号航母战斗群 开进黄海以封锁朝鲜西海岸 黄海部分属于公海 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当一国要在国际公海 执行针对他国的封锁行动时 应事先向临近该海域的周边国家通报 以避免误伤事件的发生 美国却无视公约 在没有向中国事先通报的情况下 就派遣了航母 沿中国领海边界巡航 结果 与中国的一艘刚刚完成远海作训 正在返航的中国汉籍核攻击潜艇遭雨 到人家门口不敲门还离之气转的美国 不仅没有避兰 反而起飞北欧海盗反潜机 投掷反潜声纳浮标 对中国潜艇范围进行了三角计算 中方潜艇一边进行下潜规避 一边用长波电台和青岛基地联系 请求支援 美军小银号不但不终止危险行动 反而全队跟进 失落中国海域是缠住中国潜艇不放 中美航母和潜艇战机在黄海激烈对峙 举离开火只差一个案件 这场对峙整整持续了70多个小时 期间美军对中国舰艇一共进行了 七次羞辱式的模拟攻击 次次准确命中却又引弹不发 事后美国媒体得以洋洋的报道 如果不是美军手下留情 中国的这艘小艇早已经被击成多事了 中国潜艇员哽咽的回应 对方连续地用山纳探测 大大的声音一尝赤尔 歧途迫使 窝庭浮出水面 当时青岛基地接到紧急电报后 紧急出动两架歼8战机带弹出航 并派两架苏27战机护航 支援中国潜艇 中方连发警告 小银号却装聋作样 还起飞了两架F-14战机进行警戒飞行 局面陷入僵持 美国的霸道激怒了中国飞行员 中国的一架苏27突然拉高 猛后然后猛地向右翼的F-17挟窃下去 最终 美国飞行员向右加里猛拉 逃离了接触空域 同时 中国的歼8战机 打开火控雷达 锁定美军的航母编队 随着美军F-14的降落 小银号这才全队地驶离了中国领海 第三次迟路 1996年台海危机 1995年 李登辉获邀反美 大范爵齿高唐露台两国论 并在与美密室谈判后狂妄的暗示 已经得到了某种承诺 承诺内容无从得知 但李登辉反台后不久 远避台湾敏感区域的美国尼米兹哈蒙 开始朝着西太平洋地区游易靠拢 中国外交部严正抗议 美国无动于衷 从7月21日到1年3月11日 连续数月的军演 美国不禁不退 相反 从波士湾调派了独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 前往台湾外海域与尼米兹哈姆战斗群会合 3月8日解放军事美东风15导弹点火升空 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那夜台海局势紧张到令人窒息 那场剑板弩张的临界军演令 台湾惊欢失措 展开的反制军事部署 美国也表达了强烈关切 在对手不知我方来意的时候 时任解放军总后军械部部长刘连坤却叛国投地 称空包大免金 最终美方伊朗延续恶意地修改GPS坐标参数 使得中国一切的卫星制导武器出现异常 无法跟踪美国的两艘航母战斗群 这场较量只能够以中国的失败告终 又是航母开到家门口药物扬威的美国航母 又是GPS成为美国战无不胜的利己 完全依赖美国GPS的中国从此清醒 第五次迟路2001年海南撞击事件 2001年10月1日渔人节 惨烈的一幕 却在中国的南海领空真实的上演 美国侦察机非法入侵我国南海领空 王伟驾驶的歼8战斗机在该侦察机附近 进行正常的监视和拦截 美方侦察机突然的冲向了王伟的战机 这是飞行员王伟跳上最海时候的14个昼夜 全力收救却没能够找到王伟 2020年三月无虑 王伟的母亲王月琴 向湖州非因街道红石智慧捐款一万元 王伟的父亲王明老人已80岁高龄 他激动地说 国家这次遇到困难了 都说国家有难 体肤有整 更何况我们是王伟的父母 他把生命都献给了国家 我们只是为国家做了点小事 出一份至极的礼 英顺的一家 国之姓 民之福 两位失去爱子的老人 并肩成山 这一颗世界雷幕 这就是打不垮的中国人 一次次屈辱时刻提醒 落后就要挨打 只有国防强大中国才有未来 中国人才能够挺直腰杆坐冷 不被随意地见他 那些杀不是我的 必将让我更加强大 于是1999年 中国陆军99A主战坦克撸裂 火力世界第一 烂美国震惊 2012年11月 中国陆军指使武装直升机撸裂 仅有一年解决减重 载油量还有增加 成为当时世界上 作战半仅最大的装运武装直升机 2014年3月 中国海军052D首舰昆明号露练 垂发专制远超美军 兼龙两种发射方式 2017年3月 中国空军世代战机 歼20露练 当今世代集中最大的战机 作战半仅1500公里 几乎是美国F22两倍 2019年10月 中国东风41露练 可在戈壁 雪地 沙漠等极端的地域行驶 可在任意一个篮球场上 无依托随机发射 可30分钟快递到美国 12月17日 首收国厂航母山东舰正式交付 可搭载36架歼15 比辽宁舰提升了50% 中国海军 已走在了航母海军的道路上 除了海陆空 卫星更是决胜和安全的关键 2020年6月 中国发射北斗系统的最后一颗卫星 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北斗将全面地开启全球时代 多类轨道设计为中国独有国际首创 中国北斗的定位筋度已达20米左右 在中国境内的部分 主要地区甚至可以达到10米 在亚太地区的导航筋度超过美国GPS 轻舍守得两臂白 水滴石窗万乐开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陈说 近200年的中国 或许只是历史上一个短暂的意外 这并不是场景 如果今后中国要回到属于它的位置 并不意外 他对此解释称 自古以来西方国家的建立 总有一个开端 但中国似乎没有这个概念 在他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他们随时都是一个起点 每当他们建立起大一统盛世的时候 总是不认为这是创造 而是复兴 是回到了巅峰 似乎那个巅峰的中国 早在皇帝之前就存在一样 任岁月流转 世事变迁 我们的国始终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虽经分双龙观不改 而我们正见证着 它的又一次伟大复兴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任岁月辈若 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计则 给你 的